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 古海大丈夫节目现场 我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共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五 又要这个 明天大家还有上班 但是股市没有开盘 那接着在下礼拜 就整个三月要结束了 那回顾整个三月 就剩下礼拜 这个三月又是大势不断 第一个 联准会在月初 因为鲍尔的鹰派 鹰派讲法 所以大家又担心说 通膨好像没有缓解很多 所以担心要升两码 对不对 所以鲍尔的言论一出来之后 股市就修正了 修正了过几天 谈上来了 谈上来了又出现怎么样 三月十一号 我在金华酒店办 亲身表股派对的那一个周末 矽股银行 倒闭 然后再信 瑞银 瑞信 瑞信的这个债务危机 又重新 又被大家讲雷曼时刻 然后大盘怎么 再拉回一次 从月初到这个月底 我说三月是什么样 大月 什么大月 每年的龙卷回补都在这个月 然后三月又是集团作帐 去年第一季 不太需要做 是因为去年的第一季 很多公司都还很赚 不管是航运 还是我带各位做的这些 台青教程 顶尖学霸 从小到大 然后君子中日前前上班的公司 第一季都很漂亮 所以去年的第一季 没有什么做账的问题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不一样 因为今年的第一季 多数的公司业绩都是烂到爆 烂到爆 所以多多少少要怎么样 做账一下 所以从二月下半旬跟三月 我就一直告诉你说 从卷之笔来看 你都不要担心 大盘拉回有限 于是中间几次拉回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不是给你停损的 不是给你保守的 不是给你怎么样 站旁边看 而是怎样 你要利用拉回 因为拉回你才有 天天价可以买 你要拉回 弯腰怎么样 剪钻石 拉回刀子你不能接 但是钻石你要接 差别在于说 你们跟我的差别在于说 你分不清 什么是刀子 什么是钻石 因为没有分清楚 就不小心接到怎么样 接到刀子 OK好 所以刚刚跟你讲 大盘已经跟你讲一个月 我说至少在三月底 三月三十一号 你都不要怎么样 不要随便放弃 你手上的集团股 好 那今天的大盘怎么样 在涨嘛 对不对 有没有 而且今天大盘收 西乌收盘收盘最高 15914 月底还没到 月底还没到 你用今天的指数来看 是不是创 波段新高 从十月的低点到现在 是不是再创新高 没错嘛 所以 你如果从一月三号 看我节目到现在 麻烦你冷静的去想一想 从一月到现在 什么联准会升息的利空 是不是一直持续当中 然后呢 这个 升息利空 然后比如说债务危机 然后什么 库存消化 然后什么通膨 然后什么业绩很烂 有没有 或者什么大摩 什么看空 什么个股 然后 这个调价目标价 从一月上到 一月上到现在 我有没有随便 就给你改变 我对整个趋势的看法 没有 即使 那么利空的消息 有人恐吓你说 雷曼时刻再临 我还是很坚定的告诉你说 趋势没有改变 甚至你还在等怎么样 什么等黑暗过去 还在等什么 有没有 我告诉你说 严东布局村长花开收割 现在怎么样 严东都还没过 但是我们的股票 一档一档收割 是不是 所以 今天大盘的再创破端新高 验证了我一个月前 然后这一个月以来 就算遇到利空 我还是怎么样 自己 中日前前 每天很认真的告诉你说 大盘的底气还在 所以这两天 这两天的外资回来 你看到 我们的指数 再创新高 OK 那你有没有人说 你有没有人说 老师 你讲的我都懂 可是怎么样 指数再创新高 我的股票我没赚到 对不对 我看到指数创新高 照理说 一月 如果三月初到现在 我报股的人 我不买股我买指数 那我应该就赚 没错 但是呢 偏偏怎么样 你赚的指数怎么样 没赚到你手上股票的价差 或者你手上股票没涨 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就出在选股的问题 你看这个月 深层式AI 深层式AI的消息出来 把我们从一月以来 一直告诉你的 那一些台湾最有竞争力的 半导体公司 IC设计公司的股价 一档一档怎么样 推向波段新高 推向波段新高 那你就会知道说 真这样的好公司 是怎么样 好谷不怕什么 利空来磨 这样你懂吗 所以指数就是这样 我已经跟你讲 没有什么好解的 我一直告诉你说 我是最不看重 技术分析的分析师 为什么我从一月 我都一直告诉你说 技术分析如果那么重要 那技术分析 如果会带你赚到钱 那这二三十年 你早就大富大贵了 那这二三十年来 这几十年来 多少人用技术分析 在节目上去跟你分析 那你真的因为 这些技术分析 让你大赚吗 没有吧 有吗 没有吧 去年一万八高点 那又怎样 去年一万八的高点 你跟我买进这个精华 放到现在赚一倍 有没有 然后去年一万八 很多人说走空 走空 走空 那一档 一档去年一月的创意 你报到现在 你照样怎么样 财富翻倍 是不是 那更不用讲说 去年的什么 储能概念股 一档一档一档热 所以这是跟产业趋势有关 跟指数在高点有没有关 没有关 这样各位了解没有 我们现在指数没有回到一万八 可是很多股票创历史新高 所以光从这一点 就可以证明说 指数不重要 什么比较重要 技术分析也不重要 你喜欢看什么五日线 十日线 月均线 年线的人 你好好去想一想 与其你花时间去研究均线 你不如花时间 好好去了解 一家公司的产业面 买对产业的 你的股票可以从五十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报到一千两千 差别就在这 好吗 所以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沟通一下观念 那今天呢 大盘 还是一样逆势创高 对不对 很多股票没有涨了 但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持续给你追踪的股票 都一档一档怎么样 接着怎么样 轮涨 对不对 前几天的威风店 昨天的新唐 然后有一档股票 从我上上礼拜 跟各位讲了这个 深层式AI的概念股 有没有 以鼎 以鼎 有没有天天在涨 我还曾经在 我的YT节目里面 我说我YT 我有三四万的订阅 我们每天都 一两万的人在观看 所以我没有来中市之前 我在网路上的YT频道 我已经经营三年了 而且我有我的中市粉丝 好来 你们去看一下 我在3月16号时候 今天的仪顶 我们来看一下 亮灯涨停 301了 我讲YT频那时候 大概230 就是我在 在节目里面 我跟各位讲 我在跟我们的会员讲说 YT频到月底 那时候在月中 我说YT频到月底 会有投信作长 那当时我讲了两档 一档是YT频 一档是另外一档 另外一档 我稍后再跟你说 好 那YT频已经先冲出来了 因为下礼拜 下礼拜 还有几个交易日 但是YT频现在就冲出来的话 下礼拜可能稍微要留意一下 但是我讲了另外一档 才怎么样 刚起步而已 所以下礼拜就很有机会冲出来 导播帮我重播 我当时消音我怎么说的 下一月中 它如果还天天在买 它就是应该就一路会 要撑到月底 对 它一路就会撑到月底 就跟2月的更新 跟这个 景德一样 好 那另外一档谁 谁 我上个月有跟你讲了 怡鼎 怡鼎做公控的记忆体模组 有 上个月有讲 现在也是200多 因为怡鼎现在在相对比较高 所以你做一定要很小心 OK 我不鼓励左翔右翔 可是我既然跟你讲说 三月有集团做账 怡鼎不是集团 但是我看到投信 在最近天天买 所以我觉得 法人做账有机会 投信怡鼎这一档 它应该月底 有机会 也会稍微做一下 所以你去留意 所以今天的怡鼎 也是尾盘它上来 懂了 懂吗 了解 那我觉得如果冲太快 你们千万就不要去追了 好 你就是要沉住气 等拉回 再来买 那如果没有 没有错过就错过了 因为 还有别的 一追其实胜率 就会降低了 懂吗 明白 那因为现在越中到越底 我认为这两档 应该还有机会 如果投信都还天天在做的话 它既然是这个月 很积极天天做 它应该就会做到越底 这样懂吗 明白 OK 好 回来 好 那恭喜我们手上 有怡鼎的会员 今天的怡鼎 涨停 再创 波段新高 好 那除了怡鼎之外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的节目一定要认真看 因为怎么样 在政大光明的背后 我的节目里面的 很多小细节 中间都会有很多标股 因为我不是常常在 财经节目露脸的分析师 所以可能你们对我讲的话 你会觉得说 哎呦 今天也Gay 没有关系 时间可以印证 有的人被很多头顾给骗怕了 所以现在对头顾老师都半信半疑 我们就有会员 这个看我节目两年 看我节目两年 在去年年底总算怎么样 这个10月11月那时候 听我分析 然后就进来 你看10月11月那时候 他去年赔了一屁股 在10月11月那时候相信我 看了两年 因为很小心 本身是在做老师的人 很小心 那又因为做老师没有办法 早上上课这边做进做出 他就知道我的股票 一旦买着放着 买点决定胜率嘛 所以通常放着 放一两个月三个月 都可以有50%一倍的这个报酬 就很愿意 来了之后 果然一挡一挡跟着我们做 对不对 好 所以连观察我两年的 最后怎么样 或者说跟了很多头顾老师之后 还是彼此摸摸回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最后才发现怎么样 富贵 稳中求嘛 好来 那除了这个怡顶呢 今天有一档股票 也很标 景德 我今天就直接亮牌了 为什么亮牌呢 因为我昨天 我是不是告诉你这一个 资料很多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这一个 我说下一档 这一个Wi-Fi 7 测用概念股 这一档呢 景德 如果我的节目 你真的有认真看 你也知道 我们在二月底那时候 更新跟景德 是不是投信在做账 这是我昨天拿出来跟你讲 真正的三头邪照 对不对 好来 我在二月底 刚刚 你就连刚刚听那个什么 听我刚刚那个怡顶 我是不是就讲到说 上个月 景德跟这个 景德跟更新这两档 投信拉尾盘 有没有 就是二月底的时候 更新跟景德 投信天天做 天天拉 所以我就是 这个月同样到了月中 我刚在那个影片里面 我就消音 因为会员专属 我就跟会员讲说 来 这个月呢 我觉得 怡顶 跟另外一档 有机会 有机会 那当然另外一档 我会下礼拜 涨上来 我就会跟你讲了 好吗 但是他还没涨上来 如果你要跟我做另外一档 你还来得及 因为我说我们随便一档股票 对不对 连几十块都可以有 二十块价值 一张两万 那一两百块 那更是随随便便 一张就是两万 好像我现在讲的 这一支景德也是 景德我们在上个月 是不是在两百次 在两百次 获利下车 两百次下车 因为我自己告诉你说 投信作帐的 你要留意 作帐 月底作帐 月初会变结帐 那月底作帐拉高 月初变结帐 他就会卖掉 所以我们在两百次出掉景德 两百次出掉景德之后 一整个月 我没有随便进出 我就说 养一分进气 不如怎么样 为自己添一分福气 你要跟我做潜荣 做大劳因 对不对 我们做股票 我们不是像一条虫一下 像一条虫 每天都在那边 动来动去 然后就赚个几千块 一两千块 然后在那边杀进杀出 人生不需要这么累 这么累也赚不到大钱 就是跟我养一分进气 从三月初到现在 你跟我养一分进气到现在 我想买对 我手上的这些个股 基本上一档都比一档标 跟指数回档无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我说我不会带你去最高 我们永远都是怎么样 三头斜照 却相赢 我都在等待 那一个怎么样 最好的甜蜜区 最好的甜蜜区出现 我才会带你挥棒 才有办法挥出全雷达 是不是 那这一档景德呢 我们在 这个 前几天 我们就开始多少 210以下就买回了 210以下 今天最高多少 229 229 导播 帮我重播景德 同样那一天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对不对 潜龙班买了智威 那大老鹰班呢 我上礼拜就告诉你说 景德 景德 我说你要小心 月底 月底 投信 做账 做完账会变结账 有没有 有 我既然这样讲 我是不是私底下 我就是这样做 对不对 不是打打嘴炮 实际上就是 有诸有真相 对 全雷达班手上有景德 对不对 我说会员240上下 240.5上下三档 卖出 获利 获利出场 240获利出场 你知道我们那一次 240获利出场 我们的成本多少吗 160 170 看会员进来的 就是在去年 去年的 10月11月那时候 10月最低到140几 然后呢 我们的会员成本 大概160 170 放到 这一个月 240 出掉 这是长线部位 我们跟你讲说 你来参加好会员 我会把你的资金 分成短中线 跟长线 所以严格来讲 就是三笔 一档股票 我会把你分三笔来做 短中长 这个长线的 放到现在 上个月 240出掉 那出掉之后呢 来 199 199买回 199买回 这一段时间 三月 被投信砍出来之后呢 199买回 还有的会员买多少 210以下 你看这一个 有没有 210 我说我不会带你买一堆 买了满手 你没股票 那拿出来讲 那都是假的 我们手上 有一档股票 赚2万 获利入带 325卖掉之后 有没有 来 卖掉 立刻三头斜照的 再买回来 景德 买多少 200亿以下 所以会员在200亿以下 有人买199 有人买203 205 204 都有 到今天229 是不是随便一张 几天的时间 你看这个 3月21号 有没有 3月21 这档获利出场 这档也是2万 来 来 21今天几号 2324 2324 三天 一张再赚2万 是不是 好不好做 很好做 很轻松 为什么我们可以 做这么轻松 然后 你知道我们这个会员 都是自己公司 开公司的大老板 他盘中 哪有那个时间 因为他知道 我们的节奏很稳 所以他不用再去盯盘 是不是 昨天不是才有一个说 去泰国 那也是在彰化的 这个田桥仔 全家去泰国玩 老师去泰国 对不对 我说你去泰国 你去玩 旅费我帮你出 旅费我帮你出 你看今天 昨天啊 昨天才讲说 很开心 出去过完钱赚回来了 我说你放心去玩 你现在大家都解封 都忙着出国 对不对 你就安心出去玩 出国玩的旅费 我帮你出 看到没 他自己讲的吧 很开心啊 真的吧 出去玩的钱都赚回来了 我们这个都是真的 我知道有人这个拿出来作假 但是我的我欢迎来查证 我们的会员都可以配合你查证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呢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有什么新的产业 可以做留意 谢谢各位 好来 这个是我这个 我的官方 LINE官方 你还没扫赶快扫进来 我今天在我的YT里面 节目我分享了 今天的记忆体很强 除了仪顶 威钢都很强 对不对 群联 那我今天在节目 我特别讲了威钢的操作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个班的会员 也有威钢 最近这样涨上来 我们也赚到 因为中式的节目真的很短 我赚的股票 我没有办法一档拿出来跟你讲 我如果一档要拿出来跟你讲 我讲一小时我都讲不完 所以你来看我的YT 请你订阅 那你如果 没有我LINE官方的 我一整天 我有一些文字的解盘讯息 我是免费发在我的LINE 所以如果你要看我免费的 文字解盘讯息的话 麻烦你把这个QR Code 扫进来 好吗 每天我的会员 要写给我的文章 或是一堆 讲不完 产业标股得青睐 承盖威风不意外 投信外资 帮教台 胜率超高 执信赖 会员写给我的 来 你们自己参考一下 如果我的会员不赚钱 他们会花时间写长头诗 写这些诗给我吗 好来自己想一想 来 NVIDIA的AI大会已经结束了 NVIDIA这次推出了很多颗IC 所以呢 从这里面台积电应该 在今年的营收 也不会太差 所以你手上有台积电的人 你到底应该要报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台积电的目标价 一样你加赖来 或者直接电话打来问 好不好 那除了台积电 因为现在去中化 造成怎么样 台积电要开始寄出指定费了 OK 那这个指定费以外呢 我觉得世界先进联电跟利基电 都有机会受贿 只是受贿程度 可能没有台积电这么大 因为台积电毕竟还是供先进制程 所以金元代工 今天这一两则大概让你知道一下 你手上有联电 有利基电 有世界先进的 股本大比较不好涨 那我建议你 利用股市有拉回的时候 跟我离猫换太子 换去怎么样 股价比较会标的 半导体股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好吗 那最后呢 我还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会员给我的回馈 太多了讲不完 你要看 去我的YT慢慢看 这都是他们写给我的 好来 好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还有一个集团股 还没标出来 还没标起来对不对 我的周末 整股救星 线上分享会 如果你要参加 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下礼拜那个还没标的集团股 下礼拜会标出来 我会在 这一个礼拜天 线上整股分享会 跟各位说明 好吗 直接电话 打来报名最快 好吗 好 我的节目今天就做到这边 祝各位下礼拜股票 资资大赚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达입 刀栄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